浩月进化了几次 每次进化浩月都获得了什么能力 龙浩尘的坐骑浩月 原本乃是毁灭之神奥斯汀 格里芬 只不过由于二人相见之时 浩月才刚刚转世 因此 他才显得如此弱小 不过后来 在与龙浩尘的冒险之中 浩月开始通过不断的进化 逐渐找回昔日的实力 那么浩月进化了几次 每次进化浩月都获得了什么能力 一 输血进化 当龙浩尘从骑士圣山的传送阵中 将奄奄一息的浩月带回以后 龙浩尘便想对变体鳞伤的浩月进行治疗 不过由于此时的浩月身上 布满了黑暗世界的气息 倘若强行用光明魔法对其治疗 恐怕会伤害到他 为了帮助浩月排空身上的黑暗气息 龙浩尘决定利用自己的血脉 帮助他进行洗礼 得到强烈光明血脉洗礼的浩月 不仅剧除了身上的黑暗气息 而且还因此完成了进化 浩月在原有的火属性头颅小火旁边 生出了一颗光属性头颅小光 由此浩月便能够使用一定程度的光属性魔法 二 吸收龙丹进化 在圣蒙拍卖场的拍卖会上 林家路为了感谢龙浩尘的救命之恩 从而帮助他拍下了一颗十分珍贵的龙丹 龙浩尘并不了解龙丹的作用 于是便将其送给了浩月 浩月在吞噬了龙丹以后 便进化出了第三颗拥有风属性的头颅小青 在小青的加持之下 浩月不仅能够使用风系魔法飞行 而且他还获得了两个新的技能 混乱元素玻璃以及大鱼丹术 当浩月使用了混乱元素玻璃以后 若是敌人的魔法修为 超越了浩月魔法的层次 那么将毫发无损 反之敌人将会立刻受到自身魔法力的反噬 而大鱼丹术则是浩月的天赋技能 这个技能能够帮助浩月 提前预言未来所发生的事情 提前帮助龙浩尘等人躲避危险 三 镇南关血战突破 在镇南关的战场之上 龙浩尘的团队遇见了一只八阶月魔 为了能够击败他 龙浩尘的团队竭尽全力与其战斗 在八阶月魔的压力下 浩月在此战之中寻得了突破的契机 在此战结束以后浩月便返回了自己的世界 在这里浩月完成了第四颗水属性头颅小兰的进化 小兰的出现不仅为浩月带来了水属性魔法的能力 而且还让浩月有了封锁技能近空 使得敌方不得在空中飞行 并且从这以后浩月还能和龙浩尘合为一体 化作他的兵器共同作战 龙浩尘小队为了找到蛇魔神安度玛里的踪迹 不得不来到一片布满毒物的沼泽之中 正当龙浩尘为这些毒物发愁之时 浩月将这些毒物尽数吸收以后 便开始吞噬那些制造毒物的罪魁祸首魔鬼花 在浩月吞下最后一朵魔鬼花以后 他也是返回到自己的世界之中 完成了第五颗毒属性头颅小子的进化 小子的出现不仅为浩月带来了一系列的毒属性攻击 而且这个时候的浩月也是正式地进入了成熟期 长出了一对巨大的翅膀 从真正意义上拥有了飞行能力 5.吞噬三大魔神之脸进化 在小子出现以后 浩月的脖子旁边便再也没有出现凸起的肉块 龙浩尘员以为他已经突破到了极点 可是当浩月接连吸收掉 蛇魔神安度玛里 轻摇奇摩细尔 以及洞察魔神克罗塞尔的魔神之脸以后 浩月便再次迎来了他的第五次进化 这次浩月所长出来的头颅 乃是拥有图属性加成的小黄 小黄的出现为浩月所带来的 不仅仅只有一系列的图属性攻击 而且他还让浩月拥有了原本的一丝气息 任何魔兽在面对浩月之时 都将出现血脉压制 从而不敢与之为敌 6.破坏毁灭之术完成进化 在浩月的第六个头出现以后 浩月很长时间都没有进化的迹象 直到龙浩尘在魔神皇手中死亡以后 浩月才出现了能够进化出八个头颅的迹象 在之后龙浩尘参加永恒与创造之神隐王座的考验之时 龙浩尘果断选择毁掉了毁灭之术 让其中的力量给浩月进入 由此浩月便进化出了小金和小雷两个头颅 这两个头颅分别乃是金属性和雷属性 小金和小雷为浩月所带来的 不仅只有金属性和雷属性攻击 而且八头的浩月甚至能够自由地变化大小 浩月最小的时候 甚至能够在龙浩尘的手掌之中撒娇 七对战魔神皇风秀觉醒进化 即便龙浩尘拥有永恒与创造之神隐王座 以及八头浩月所变化而成的紫金浩月剑 但他却依然无法击败拥有百万灵力的风秀 正当风秀准备再次杀死浩月之时 浩月恢复了往日的记忆 觉醒进化成了无敌的毁灭之神奥斯汀 格里芬 浩月所长出的第九个头颅乃是毁灭属性的 这颗头颅一旦苏醒 那么其他八颗头颅都将听命于他 开始破坏这个未免的一切 不过浩月与龙浩尘之间的羁绊 最终战胜了毁灭头颅的束缚 其他八颗头颅联合风秀 龙浩尘二人将毁灭属性的头颅击杀 可如此一来浩月便也同样死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